幸福触手可及41,秦清给雨林说情况,跨苏宇山,做便当买手表给雨林。 秦清在米兰累坏了,忍不住想左雨林了,于是退了去爱尔兰的机票,着急着要回去陪左雨林。 周放他们也只能陪着秦清回上海了。 左雨林收下了手表,正想吃秦清的饭之时,田丽娟也来了公司给左雨林送饭, 吓得秦清只能马上躲起来,宋领回家后去看望了周放,宋洛问宋领周放怎么样了, 宋领说周放睡不了绝老是做噩梦,宋洛提起可以用之前宋领哄她睡觉的方法, 宋领听从了宋洛的建议,让护士为周放送了一个耳机,宋领录好了想说的话, 周放听着宋领的温柔低语,逐渐放松下来,周放出院后,左雨林却还在住院,秦清有些担心, 旁敲侧击地问着周放,周放说左雨林的指标一直下不来, 所以还要继续观察,周放提议让秦清给左雨林打个电话, 秦清又让周放打,结果左雨林的电话却关机了, 秦清来到医院,左雨林已经不在病床上了, 问了旁边的病人,那个病人也不知道左雨林去哪了, 只是听故事说有人被送去抢救了。